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也不需要像其他的麦克风一样 要搭配录机工作 使用我们人人都有的手机 就可以方便地录制声音啦 麦克风跟相机的SIMOS一样 尺寸越大质量越好 如果你不需要隐藏你的麦克风呢 就可以选择森海塞尔的 Handy Mic Digital 由于不受体积的限制呢 所以其能提供非常好的声音采集 你们听 不管是高靠有活力的罗琳音 还是深沉和蔼的阿婆音 是不是都非常的有质感呢 而且由于收声很集中 灵敏度很低 在曹杂的环境下面呢 作为采访的麦克风 也是非常棒的选择 你好 这位同学 请问你对傅宗盛 白嫖你的小姐姐 苗苗 你是作何看的 没脸见人 当然跟Clip Mic Digital一样 也是直接连接手机录制的 并且还可以更换线材 搭配USB-C的安卓手机使用呢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两款麦克风 作为人生采集麦克风呢 非常的棒 但是并不适合做Vlog 因为日常生活记录呢 也是需要记录环境音的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像舒尔MV88 Plus 这样的麦克风啦 现在大家听到的声音 就是通过MV88 Plus 直接连接到手机录制的 通过跟手机 直接录制的声音相比较呢 不仅录制的人声很清晰 讲话的内容更清楚 而且还能收取一些 环境的声音 通过跟手机 直接录制的声音相比较呢 不仅录制的人声很清晰 讲话的内容更清楚 而且还能收取一些 环境的声音 跟这个麦克风 一块附送的架子呢 可以让你根据 需要调整麦克风的指向 使你拍摄的视频 有更多的创造的选择 跟这个麦克风一块附送的架子呢 可以让你根据 需要调整麦克风的指向 使你拍摄的视频 有更多的创造的选择 如果你觉得 它就是这么一个功能 很少的麦克风 就大错特错了 通过舒尔的Motive Audio软件 可以解锁更多的使用姿势哦 不仅可以调整 声音和指向 还有很多很好用的预设 可以直接选择 简直不要太方便哦 虽然这些麦克风的声音呢 都不错 但是金主想要更专业的声音呢 就需要使用 这样体积更大的大振膜麦克风 拜亚动力Fox 跟前面几个麦克风一样 Fox呢 也可以直连手机使用 像我这样四处奔波的人呢 经常会面临到 临时接到配音的需求 以前呢 我还要带上一台笨重的电脑 那现在呢 只需要随身使用携带的手机 走到天涯海角 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接单赚钱啦 好的 关于这些手机 可以使用的麦克风呢 就介绍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评测呢 请留意本频道之后的节目 我是你们最喜欢的果立老师 拜拜 拜拜 这个森海塞尔的 C-Lip 什么 C-Lip Mic C-Lip Mic C-Lip Mic 在嘈杂的环境下面呢 作为采访的麦克风 是非常棒的选择 你怎么不走 没脸见人 说不出话来 当然 跟C-Lip Mic 什么麦克 如果你觉得它就是这么一个功能很少的麦克风 就大错特错了 通过舒尔 MV什么 这个是什么 MV Motive Audio Motive Audio Motive Audio 如果你觉得它就是这么一个功能很少的麦克风 就大错特错了 通过舒尔的Motive Audio 在重音啊 Audio吗 A9 Audio Audio 早不快没玩 Audio Audio BEN